做直播外貌不是最重要的 口才 話術 帶貨能力 這才是核心力量 電商直播這個行業不是大事 從這個行業賺走錢的人比比皆是 我就做到了兩個字順勢 只要有錢希希在我身邊輔助 我斷然必定能成立一番大事業 請你吃 來 錢希希 你居然拍著胸脯跟我說你不斷然 就只是胸內琴嗎 你所幸的 你再刺激他去 我是真的喜歡上你 接手了瑞就是選擇的創業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不再是瑞直播 我給新公司取名叫雲直播 從今往後 我們跟QE跟瑞 不會再有任何報告 三亞事件 陳朗續謀已久 我相信他背後 一定另有告人在指點他 只要能讓杜爾然難受 這些都是舉手之謀 咱倆的戰爭開始了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商場如戰場 我們接到消費者的舉報 你們公司涉嫌販賣假冒偽裂化妝品 被封號了 如果公司內部出了內鬼 我怎麼辦 從今天開始 QE集團就是我們沈家說了算了 雲耀跟瑞來PK 你光明正大了 你背後搞這些小動作 半夜不怕鬼敲門啊 遲早會遭到你 阿姨覺得你和段燃 真的非常合適 我的底線 他們只能是兄妹 段燃 你為什麼喜歡我 你讓我相信 我們會彼此相伴 彼此依靠 不管我在外面 什麼時候 浴血奮戰 只要我回頭 家裡只有一個人 等著我凱旋歸來 對啊 不管公司遇到什麼困難 不管你遇到什麼困難 我都會一直在你身邊陪著你 這兩年 你們線上風生飛起 我們屍體 承擔了多大的損失和壓力 線上呢 只是線下的一個延伸 是永遠沒有辦法取代線下的 電商才是未來的去世 做好日 做好這個行業 不單單是為了證明我自己 我覺得這個行業 就像剛衝起的太陽 燦暖輝煌 能代為千家萬戶方便 我堅信 這個行業 終將會成為一個紀元